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 接着打开地图,来到自治的梦,传送到钟表坊 传送完了以后呢,左转 墙上这里也是第31只小鸟 然后回头,在这个屏风后面,这是第90号宝箱 接着先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呢,左转 往南边走 这个宝箱是第91 都归你吧 然后继续再往北边走 走过来以后呢,向右边看 这个门下面,这里有一只小鸟 这个小鸟是第32 然后走出来,这里左转,往西边走 这边进来以后呢,首先点获取冲能 然后继续往西边走 这里点一下阿键 这里点一下阿键 过来以后呢,右转 首先需要打一下,首先需要打一下怪 然后再打怪这里点吊铃 这是第33只 然后再往东边走出来 然后再往东边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呢,右转 这边是一个绕钟,点修复 首先右边这一根 移动到左下方 右下方这一根,挪到左上方 左下方这一根,挪到右上方 接着挪一下镜子,挪到最右边 然后发现长度不够 长度不够就都稍微挪一格 这样第一关就完成了 接着中间这一根挪到右下方 这个宝箱是第92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继续往东边走 这个宝箱是第93 开完以后呢,旁边这里有个机关 点按下 然后就可以过去了 这边回来,还剩来点一下挥收 然后继续往前面走 折过来以后呢,点阿键 这里往下面走 下面这个宝箱是第94号 然后点返回 回到地图上 传送到梦境这个锚点 查出完了以后呢,回头往东边走 东边这里也是一个打怪的 这是第95 也这是上品 然后继续往北边走 也顺来进入迷宫 进来以后呢,首先右转 这里有一盆草 然后这个小鸟是第34 然后再往西边走向哪一格 然后右转回头 走在尽头这边是一个拼图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放到最左边 第二个 然后放到第一排的第三个 第三个放到左下方 第四个放到右上方 然后第五个 放到第一排的第二个 然后撞三下 接着第六个 放到右下方 接着是第七个 第七个放到右边第三个 然后转两下 最后第八个 放到右边第二个 这个宝箱是第96 都归你吧 然后继续往西边走 这里右转 首先需要打一下罐 打完怪物以后呢 点或取冲能 然后再往西边走 走过来右转 然后再右转 走到尽头 这边是第97 然后走过来这边 这个红色气球 点一下转 这个小鸟是第35 然后回头 然后回头 往北边 这边穿过来 这个宝箱是第98 接着右转 走在镜头里面 是一个打乖的宝箱 这个宝箱是第99 然后原路返回 折过来右转 接着再右转 往东边 这里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向左边看 继续往北边走 这个宝箱是第100 然后回头 这里点回收 回收以后呢 往东北方向 这边穿过来一次 然后继续往北边 穿过来两次 里面是一个拼图 首先第一块 放到第二排第一个 第二个 放到第一排第一个 第三个 放到第一排第四个 第四个 放到第二排第二个 然后第五个 放到第一排第二个 第六个 放到第一排第三个 然后撞三下 第七个 放到第三排第一个 第八个 放到第三排的第二个 那这个宝箱是第101 然后继续往西边走 西边这里来打一下怪 打完怪这里也是第102 也是橡皮 然后原路返回 同样是先穿过来 然后再穿一次 这里过来点回收 然后往西边 这里走下来 走下来以后呢 在右转 这边是一个 往下一桶 这是第103 首先选第三个 然后再选第三个 接着再往南边走 则过来这里是一只小鸟 这只小鸟是第36 然后海色先走出来 走出来右转 继续往东边 然后左转回头 这个宝箱是第104 或许 接着继续左转 再往南边 然后终于走出来了 走出来以后呢 向右边墙上看 这只小鸟是第37 然后继续再往西边走 走过来以后呢 这里首先需要打一下怪 然后向左边看 这个宝箱是第105 为你吧 导完怪物以后呢 按一下这个机关 然后就可以过去了 这里 咱唢 ź